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别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珍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本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次就讲一下一位新儿英港女 在她的礼横截曲《恶人先告状》之下 其实今次手足都不支持她 究竟是什么事呢 原来就是这样 就是她打算买份车保险 买insurance 我们知道在这个保险当中 就有一个叫做NCB NCB 这个就是No Claim Bonus 如果你之前是没拿过保险的话 俗称底部是没那么花或者干净 有些人觉得干净 这个是俗称 就会便宜一点 这个全世界应该都差不多了 保险就不会那么金 不会那么金 有一位新儿英的香港女子 她就说这个M字头的一间英国保险公司 真是好战 就说买了车 投保时填错了NCB 这个是她自己填错说明 因为2012年香港车牌的时候 在香港驾驾家人的车 就没有用自己的名字头保 之后她email要我出示NCB的这个证明 我已经立即这样reply 就是回复说我的情况给她们听 跟她说了不收保我可以cancel的 之后过了三个星期 才回复我说要加我保费 多八百多英镑 她就立即去cull 这次她又去报价 这次就没有写自己有NCB 价钱也是跟之前一样 那八百多元是怎样来的呢 明显你就屈我姐说这个m字头的英国保险公司 明显你屈我钱 是不是有用分啊 那她就跟那位经纪Rebecca说 不合理根本价钱一样 她还很困扯地说 可以取消再投保的 但是取消呢 要给取消费 cancel的费用就要70磅钱 因为过了14天我和她理论 那我立即就回应你们 即是她这样说 就立即回应他们的保险公司 就说是你们保险公司搞了三个星期才回复我 我要因为这样而负责 给你们贵一些的cancel的费用 我收到你们要求出示证明 已经立即回复说我没有了 我和她吵了几封email 不是电话 叫经理回我 这个好搞笑 叫经理来见我 好香港人 然后我会投诉她 再找可能相关监管机构跟进 之后我取消了 你不要以为我付了70磅钱 扣了cover了的日子比例 重新 再是投保新的一份保险 一直 是相关无事得宴 今天两个多月之后 其实就收到一个email 现在呢 那个email就说 就说 对不起 我们现在通知你 我们 可以不再保你的这个车 亦都会是 他写的不是很多 就说亦都会cancel你的policy cancel你的份保险 你的policy 即你的份保险 就会在7月7号 是完的了 我们会 是 将你的那份保险 是 即是会给你一些时间 去找 其他的保险公司去cover你 请你知道你 将不再能够 是 哈 不再能够是re-purchase a policy with m字头这间 公司 以后不再保你 这位阿姐 她说出来的东西应该不是 整个事件的全部 应该是触犯到一些保险公司有什么条例 是 这间公司以后 你不要再re-purchase 重新再买 和我们买保险 银保你 属于 黑名单 可以这么说 你不需要 再 declare discancelation 这个不是很懂翻译 这个取消 你不用再澄清 是吗 当然 如果你还需要银行车 你一定要 要 找一份保险 是要保你 这个都是废话 我都知道 他就说 现在我的register 在他们 在他们 找不到 这个 quotation 即是找不到 报价 估价 就说 我换牌时 是 这个 没有给 TD320 刚刚才收到英国 这个车牌 他出了 B和BE 是 Rallet 是由 是由 8月10号 22年8月10号开始 现在 大事了 现在 在 一些叫做 拿到个code 的网站 除了是没有了 M字头之外 之后 保费都很贵 3000多磅 有没有人可以给 一点点的建议 多谢各位 对 大致就是这样的 我相信 他本来 没有 本来他有填 填错 他的意思是填错 填错 就是 填错了 就说自己 有这个 No Claim Bonus 就是 之前是 没有过任何 这些 叫做记录 没有过一些不良 不要说不良 每个人都有这种事 没有 Claim过保险 但是就没有任何的证明 没有任何证明之下 保险公司就说 你会给我一份证明 结果他没有 之后他就说 是明明你自己说 如果你不受我保 就cancel 现在他就不受你保 不受你保就cancel 他帮你cancel 但是以后呢 我估计 我估计 来到这里我估一估 我断估 这家M字头的保险公司 觉得你好似想骗他 你不是很麻烦 所以就 直接把你列入黑名单 这个我也是这样想 我也是这样想 因为你初初说 有这个 有这个是叫做 No Claim bonus 就是说你之前是没有任何的 叫做 是claim过保险 但是呢 你就没有证据 后来说 后来他就给了一份价 一个就是 你之前说的800多磅 后来他就给了一份800多磅的 就是 有 No Claimbonus 和没有claim No Claimbonus 都是 差不多价格之后你就发皮死了 就罵警察 亦都说投诉人 结果你说投诉人 罵警察 叫人说见人家经理 但是本来是你填错 你不要忘记 之后呢 人家就直接不让你再帮他 保险公司买保险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以含 要保你 的确大马sir的说话 是跟很多所谓手足说的 是一样的 他就说 喂 看到你这么麻烦 那么m字头的公司 就backlist了你 是吧 最怕 就是弄坏香港人的名字 香港人会变成高风险人士 大家一起陪他捱季保险 亦都说好心 香港人自己填错 然后就执着 觉得人家不合理 怎样都捉住不放 下一步就是 叫你谈你来见我 没错 他刚才真的这么说 不过他不是见他 是email他 再是 恐吓人家 会 找相关部门投诉跟进 再 以为自己好省cancel完 我再帮你买 就可以了 以为人家 是催眠不像结果 别人 他看你的ID 就知道你什么钱 就不帮 就不受你保 好笑 但是 要知道在英国不合理 已经弄坏了很多东西 亦都说 香港人 不要那么失礼 又不是全部的 是他 香港人精神 亦都说 他最狠狠是 找回同一家 他最狠狠是 是他自己的 其实他最狠狠是找回同一家 找第二家就不会咳 又突然说 有一年我试过填错东西 隔了一段时间有人打电话给我 说要加百多元保费才对 我立刻付钱 我知道他们差价 这么高都是难以接受一点 但是不是咳完又以为 好省人家催他不涨 这家 不适合就买第二家 这里 超市都会backlist 别人的客户 不是大了 亦都有人说 我第二年就转组了第二家 亦都有人说 本来我都想做的 但是说 到期 前14天 先有价给我 觉得好伏 不如转去第二家 第二家是买 还便宜200磅 另外 亦都说 那些 什么街 怎会想那么多 很多人过了英国 一样是用回香港 时那套什么街性格 和生活态度 今天不是自己 他 他就是 给英国人 他 亦都说 还要觉得英国人做事方式很蠢 还要给 意见人家 想人家进步 跟那些 某国人应该是大陆人 去到香港指指点点 说人家落后 什么落后 一样 亦都人说 有些香港人 其实跟 邻国人 分别 真的是正见 而议 其实我觉得 没什么分别 你可以说正见不同 但是 最后来说的 你们经常说什么 小龙DNA 当然 又不是全部 多数大陆人 不是这些人 但某些都是害群之马 你们法度很大 我都觉得这件事情 不是全部香港人 是有个别 但是 当然 亦都人说 叫他 想小红书 去买保险 关什么事 小红书 可能说 是不是因为大陆 亦都人说 似博大舞多些 有12年的 这个是嫁令 但是不是车主 没有NCB 但是又自称有 要么就看错英文 要么就全身博一博 很明显 保险公司 跟你说一样 我就以为你骗他 所以直接把你bad list 阻算了 但其实我觉得 如果他初初 我当他真的是填错 他就可能说两个价 其实是一样 会不会 因为他觉得你都交不了 那份证明给他 那两个价是一样 就当你是没有 NCB的人 所以两个价是一样 我反而觉得是正常 那他比就比 对吧 你又坏了 哈哈 就是有 八百多元 我不知道 其实我觉得八百多元 真的 不是很贵 他觉得他有道理 对 对对对对 也有人说 觉得别人 不 helpful 就 投诉最适合去大湾区 不是 好像你们也有很多人投诉 那你们是不是应该去大湾区 哈哈哈 也有人说 认真说 其实自己直接cancel 再重新apply 那就没事了 都傻傻的 也有人说 哎呀七十磅 哎呀 求方便 我对想他是之后 他投诉 不知道济宠 €5更恐怖 以外 对这段时间 做 yap 你自己想吧 何苦令自己头痛呢 他再购买的话 要三千多已经买了 之前八百多你不购买 现在是要购买三千多 我真的没办法了 什么都要说 我认真回答你 我试过保险加到1900元 我叫他给我考虑10分钟 收线立即查询其他保险公司 得出的结果是没有一家便宜过1900元 乖乖地比 说这个真棒 其实他应该先查询 可能真的查询了 没办法证实 他很执意要这一家M级帮他做报单 我不明白这个执念在哪里来的 因为那家对于新移民来说很便宜 因为英国有些保险公司 对新移民不容易买到保险 所以这家是比较弱 你这家搅拌了 暖叉那么甜 没错 没错 那你也要看贵一些 你也要说笑屎 严贵 不不 L好渣 现在backlist了你就好笑了 我20年车牌 帮布 是垃圾Yaris Yaris也挺好的 他说第一年也要1600元 你八百几九百元算得什么 亦有人说 其实大家都知道用M字头这个也是贪便宜的 最终我要claim它的时候就出事了 所以他就说 那不要用 现在你想用都没有了 对方就是那家M字头的公司 应该就是当正你想骗食 骗食之后你这么恶 其实初初他都当是骗他也算了 你这么恶 我不卖给你 我不保你 你找第二间 是不是 亦有人说 在香港 很多人一直用恶和投诉争取利益 在英国是不行的 这里你没有manner真是不骗你 有manner也不一定骗你 而且在新移民必须谦虚的 了解和 顺应环境 这个玩得挺好的 不要 要别人相信你 我老公 香港和外国 驾车经验 但是 香港的NCB 只是使他五年 给 贵了保险 都要硬吃 不可能改变世界 这里是感激 我也想说 这里是感激 所以 因为他后来 已经删除了 同路人都很厉害 一早都夹了 很厉害 都劝劝他 不要什么都投诉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